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你吃过这玩意儿吗?彩虹糖 OK,你看那个包装大概长这个样子 OK,台湾有卖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有的时候你 虽然说糖对人体不好 可是有时候你很欠精神的时候 吃一下这个糖 还蛮能提升精神的 那个叫sugar high 当然不建议啦 因为sugar high之后就会有一个sugar crash Anyway,那这个东西怎么了呢 这个东西啊,现在被人家告了 为什么告 因为它被声称说 事实上不适合人类吃 因为里面有毒素 So taste the toxin 你有尝到这个毒素在里面吗? toxin Skittles 这个是Skittles 就是这个菜红糖的名字 它叫做Skittles 所以Skittles Un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Lawsuit Claims 所以unfit不适合 human consumption 人类使用 人类的消耗 consumption这个字 有时候翻译成消费 但是它不见得是费用的费 消耗掉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翻译说真的 But anyway 那你翻译成使用说得过去了 真的,坐着对不起 So un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而且它就变成一个集体诉讼了 我就先告诉你吧 所以这个叫做class action lawsuit 因为如果说今天你吃的发现 靠杯我身上素颜什么反应 另外一个人 一堆人吃的都觉得身体怪怪的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像是班级一样的class 因为class有种类的意思 所以我们变成一个class 然后我们一起告它 所以集体诉讼应该你大概懂 所以加一个action class action 加个lawsuit就没问题了 All right 标题里面还说他们conceal了这些information 就是你还有在用一些不太OK的ingredients在里面 然后你没讲 下面的报道你看到就知道说 他们已经宣称说 我们会慢慢把这个东西阶段性的淘汰掉 不要再用这一个有争议性的这个ingredients了 可是据说现在还没有 市场卖的还是有那个东西的 所以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会看到 大概不用背的英文字 因为蛮冷门的 但总之conceal就把它折起来 所以他们conceal了一些information All right 所以我们往下看 class lawsuit filed Thursda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Federal Court alleges that Skittles candies which boasts the slogan taste the rainbow on account of their many colors contain a non-toxin called titanium dioxide rendering them un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所以第一段读完其实就大概理解在说些什么东西了 所以礼拜四在北加州的一个联邦法庭 有一个告发的案件就被告下去了 被file了 OK so a lawsuit filed Thursday 那他声称了Skittles candies 所以这里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candy这个词到底能不能变复述 你知道在很多很多年前 我还是国中生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学英文 他们老师会说很多名词是没有复述的 像例如说money肯定没有 money是不对的 food是不会加S的 不过那个时候老师讲过一个淡数 就是如果是垃圾食物可以加S 但到今时今日英文已经演变了又30年 你知道我国中的时候才1344岁 真的是30年过去了 现在food可以加S非常OK candy老师也说不会加复述 那时候连chocolate老师都说不会加复述 可是今时今日我会看到candy是复述 我也看到chocolate可以变复述的 所以英文在变 所以这里有candy是可以复述的 我这边甚至找了一下 Can you say candies? OK 然后他的回答是 Yes You can say candies Can be countable or uncountable 他可以可数也可以不可数 可以讲的是a single piece or candy or a group of candies 是没问题的 好 所以这个你知道一下就好 也没什么了不起 而这个彩虹糖啊 他就boast boast就吹嘘啦 他吹嘘了一个他的这个slogan slogan带着要意思 就标语 taste the rainbow 你可以尝到彩虹 好屌喔 on account of 这是一个片语 就你把它翻译成鱿鱼也可以 不是鱿鱼游戏的鱿鱼 是这个鱿鱼 就因为啦 所以他说 你可以尝到彩虹 因为 因为他有很多color on account of there are many colors 那他呢 却含有 所以这边 好我们再带一下句子好了 所以 一个law suit 礼拜四filed 所以动词不在于filed 因为这个law suit 声称 所以这个filed是被动的一个形容词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边有关带结构 so a lawsuit which was filed Thursday alleges that 所以这个law suit 声称了that后面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后面又有句子了 句子就是这个skittos candies 是主词 动词就是含有一个已知的toxin 那中间这个斗点斗点的部分 托弗亚瑟同学都知道 插入句是跟句子的结构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但它就是一个补充资讯 所以这个skittos呢 然后斗点以后which which就关带了skittos 所以skittos声称了一个 吹嘘了一个slogan 你可以尝到彩虹 因为它的很多颜色 但总之动词现在才出现 skittos candies含有anon toxin 而这个toxin又被叫做titanium dioxide 所以这边你也可以还原关带结构在里面 anon toxin which is calledtitanium dioxide 所以titanium dioxide我们很快看一下 你看到dioxide就是二氧什么东西 所以二氧化碳就是carbon dioxide 所以它这里是二氧化钛 钛金属titanium这个词 所以它又用名氧化钛或者钛白 俗称钛白粉 靠北不是我们所知的钛白粉 这个钛是金属的钛 所以这里要说的是它是一个应用很广 用量很大的 最大的一个白色颜料 而声称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对人类有毒的 所以就使得他们不适合人类使用 所以rendering them un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所以这个render这个受词 我有个这个托福班的学生叫Sebastian 非常爱用这个字 那他的用法其实也就是 主持render受词成为什么的状态 所以像例如说 我们想一个render的句子好了 像你对我的这个仇恨 你不喜欢我 使得我对你付出的所有努力 都变成一场流水 都没有任何的用处 这样子 OK So your hatred towards me renders受词 然后futile futile就是徒劳无功之类的 这样子 那受词就是 你看我可以把这句写很长 所以你对我的仇恨 render了 受词就是 我想要努力讨好你换心的努力 你看这中文讲讲很长 我想要讨好你换心的努力 So renders my effort to please you 我就可以写这样的一个 这不算是一个子句 这只是一个受词 就是my effort 什么effort呢 来讨好你的effort So your hatred towards me renders my effort to please you futile 这样就可以了 这句就OK了 所以这边的也是一样 所以它这个toxin render这些糖果 un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这样你就听懂了 OK 好 然后再往下看 看我们那个 yeah OK 所以这边 它其实只是一个 一个居民 所以它filed lawsuit against 这家公司 所以提告 就是filed lawsuit against somebody 所以这个片语看一下就好了 那这边连law 这个字都可以取代 就省掉 所以无所谓 然后这是一家糖果公司 那糖果除了叫candy 刚刚讲过之外 还有一个词叫做confection 我们一般也可以理解 我就糖果 confection这个字 OK 知道一下就好 这个还无所谓 那总之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class lawsuit class action lawsuit 所以这个应该还好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一个 这边一个片语 好 所以它这边说了 那这边你看看 seeking class action status status的状态 所以这个集体诉讼的状态 a legend that people who consume skittles are at heightened risk of a host of health effects for which they were unaware stemming from genotoxicity 又是一些fancy的字 所以你吃skittles的话呢 你就会处于一个 升高了的一个危险中 heightened risk heightened这个字 变被动的 那什么的危险呢 就很多的健康上的一些影像 所以a host of something 也是一个有趣的片语 就是很多的什么 所以an array of something a host of something scores of something 这些都是会看得到 我不能说他们很少见 你一定有时候会看得到的 ok 所以a host of healthy facts 就有一堆的健康的影像 而这些是大家不知道 for which they were unaware so they were unaware for these things all or of these things 那这些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字我觉得很fancy genotoxicity toxicity就是毒性 geno就是基因上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会 这些毒性的东西 会在基因上改变你 所以你看到hyphen之后 他就解释一下 给你听什么 就是genotoxicity so the ability of a chemical substance to change DNA chemical substance 就是化学物质 所以一个化学物质的能力 来改变DNA 听起来很可怕 这个东西竟然可以 呀 那可是我们刚说 这是一个居民提告家公司 所以这无论如何 这个是一个民事诉讼 所以民事诉讼 我们就可以说叫做civil suit civil OK civil suit 所以应该没问题 然后这段就说了 事实上这家公司 Mars这家公司是知道的 那他们也说 他们 他们在公开场合上 曾经 就是曾经 val val这个只有发誓了 所以说发誓过 他会慢慢把这个titanium dioxide titanium dioxide 这个链下关 不太上口 他们会把它face out so that it would face out titanium dioxide 因为在法国在2019年 把它ban掉了 对 他说我们会配合 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 就是 所以这个人就要给他搞下去 好 你会怕吗 我觉得既然这么说了 那就别吃了吧 而且听到titanium这个字 说会吃下肚子 我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 我们就知道 什么东西太合金做了 我们就觉得很高级 很贵 很厉害 很硬 If it's something that hard and we take it into our body doesn't sound too good 好 反正我也没有那么爱吃糖 所以不能这么说 我还真的蛮 有时候上课 就会吃点甜的东西 You know just to give you a kick 给你一个 反正精神的提振 大家可以这么说 好 我是Paul 讲到这里可以了 我们下次见 我可以了 esta aos 开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